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志伟哥还有保一杰他们都在安慰我们 然后后来筷子老师他们也过来拥抱我们 叫我们快点去 还有刚才欣杰他们每个人都在那边叫我们快点去 可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整天下来 一开始那个很想要往前冲的那个感觉 在那一刻是完全不在 其实我并不是只是被云金的反应吓到 我看到筷子老师的反应 我也是不知所措 因为这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看到的场面 你们现在要回去吗还是 我们可以等筷子老师了 可以等 但是因为现在就一直在下雨 就是没有地狱的地方 没关系 我们有余意啊 我们有个礼物想送给你们呢 是吗 对 因为我们今天拿了一个游轮五日游 虽然通过筛交这一关 是因为筷子兄弟的礼让 但今天他们在其他任务的表现 的确让人刮目相看 如果有一直的话我们就会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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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另一组超强组合 楊千画 丁子糕 在前三战的比赛当中一路领先 而在本场比赛当中呢 他们终于使用了紧握在手中的直通卡 但是成绩呢却位列第三位 那究竟是策略出错还是运气问题呢 我现在选择 早在本赛段第二个任务 丁子高杨千画就使用了直通卡 不行的是 马上又遇到非得等到下一组来 才能进行的对抗任务 其实等都是一种恐惧 而最终两人却又被 唤醒地下城的圣母难倒 落至第三名 这一切发生之后 他们是怎么看待 当初使用直通卡的决定的呢 我昨天就上一集以后 我发现这次的那个比赛 真的不是我们想上的容易 然后是怎么说呢 应该是一关比一关难 所以我就想是不是留着那个卡 我到现在也觉得没有错 他水肯定不能坐 我好肯定他不坐 所以我就决定说快点过 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里 虽然关于直通卡的使用 我们是游戏也好 我们以后生活也是 我们是夫妻 确定了我们就一起去做 你决定要做了吗 决定做就一定要做好 对啊 他是很自急 然后他是很有震燃量的 我自己的反而会悲观 我会将事情没有发生的 我先想最坏也打算 我最坏都是说不得回去 我先自己调理好自己的心 我想本战比赛当中最大的泪点 莫过于曾志伟大哥和曾宝宜的淘汰了 曾志伟 曾宝宜 因为到法时还没有结束 所有的队友已经到达了 很遗憾 你们是最后一名 为什么不必走 我听你记得 作为本赛季当中的唯一一组妇女组合 在这四战的比赛当中 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收获已经很多了 原来互相在这次互相了解了更多 很多话从来不讲的都在这里都讲了 如果你是从小跟你爸妈一起长大的 你在很小的时候就会知道 你要怎么跟你爸妈相处 我到了四十岁才开始做这个功课 但是真的一点都不迟 因为反正我就开始做过 然后对我来说 最棒的事情就是我想通了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你就要接受他原本的样子 就是他就是急性子嘛 性子很急 然后呢 相信自己相信的事情 他当他不听别人讲话的时候 他是不听的 OK 我接受这件事情 很多事情你不愿意改变 没关系 你就做你自己 OK的 其实我挺感谢这个姐夫 这天他是提升的最佳桑 为什么呢 谢谢你 我爱你 谢谢你 我爱你 谢谢你 我爱你 ïeo Iection 救 YEAH 和你 Directory 你 Potter isson 착 你又不会 来了 你看我 一要 圣语就記的 相机 然后你以后 以后改变 妞媲啊 以后 有了 三要生意 r 对不起 对不起 要走的时候就是那种 把这些战友离开了 然后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今天我知道他被淘汰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不好过 然后有点真的不害心 郑大哥他们的妇女俩 她是两个人实际上正能量的人 他们才放在一个团队 他们是容易成为一个团队的核心 我真的是非常难受 我觉得挺可惜的 虽然她是我们所有的年纪 是最大的 他们真的不弱 他们不弱 我还挺厉害 她也很照顾我们 就是说 很照顾所有队的人 所以她就 挺难受 我心里是挺难受 我心里是挺难受吗 bubble 所有的人都给我们一一拥抱 我真心告诉大家 那些拥抱是骗不了人 那一刻我才是 你知道所有人看到我们的表情 如果你们有拍到那个表情的话 他们的表情才是让我觉得 真的很舍不得的 然后其实就是那一刻我就泪崩了 因为我们被淘汰 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打击 因为我们是最弱的人 我们被淘汰他们就很惨 我们永远留着的时候 他们很有希望 所以一看到淘汰的是我们就说 怎么他被淘汰呢 这是我爸最厉害的地方 什么事情都可以拥抱我的面对 你们干嘛呢 我是说第一个被淘汰 我是说我是第一个被淘汰 你们干嘛呢 你们干嘛呢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好棒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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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由魔力维他命冠名播出的 急速24小时 急速24小时持续添动力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星月 我们下周五一起急速前进吧 拜拜 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讨论过 因为我们有研究过感恩梦想 其实能够捐给什么区别的人 然后我们共同的那个选择都是牛小的同学 虽然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 只是在那边瞎讨论 根本就没有觉得我们会拿到 只是那边万一 如果万一拿到的话 就至少有一个共性 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 其实我们觉得可能是 今天唯一一个比较心安理得的一个开心事吧 为什么会选择六十二的这个选择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童年生活很重要 因为它影响着你日后长大 你会怎么样去处事为人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快乐丰盛被关爱的童年 我觉得非常重要 对我来讲的有点差点 太远了 那个脆脆啊 放不过去 真的好啊 这套行李好看 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很留步 很留步 这不是开玩笑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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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一让 让 我们这个VIP座位呢 走走走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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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